以電音心奇樹相 粵劇有很多名曲 譬如我一說這個 大家都知道 你講帝女花 我們去卡拉OK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都會唱粵曲 就算他不太懂得看粵劇 他都會唱粵曲 譬如帝女花、昏迪宴、禪戀中聖 劍俠差緣等等 其實粵劇有很多精彩的唱腔 片段、故事 還有很多精彩的劇情、大戲 還有很漂亮的花彈 很英俊瀟灑的文武生等等 很多戲迷都很關注我們的文武生 最近他又演甚麼戲 最近有甚麼活動 還有究竟這個文武生在舞台上 他這麼威風臨臨 他演戲這麼好 不知道他是在哪裡出道的呢 不知他小時候是怎樣的呢 你記住黏著阿雙講戲 我們將會為你一一請出文武生花彈 來講講他的故事 不知這一期有甚麼精彩的內容呢 說起夏四虎 夏四虎是熱劇一個很繁榮的地方 據我所知 只是註冊的劇團都有一百多個 還有很多不註冊的 例如有些是私人的劇團 有些就是我們叫做寶道林 寶道林意思是沒有牌的 他們或者是臨時的 做半年他又散班 或者是做一年又散班那種 不計其數 簡直是多之又多 還有他們的彈旗也很多 所以每天都有演出 甚至有時一天演兩場到三場 你說多厲害 所以夏四虎是一個很大的粵劇市場 說起夏四虎的文武生花彈 他們又唱得又打得又人靚聲甜 不如這一期我們一起請出 暫光青年粵劇團的文武生花彈 跟我們講講他們的故事 觀眾朋友 說起我們粵劇 夏四虎的暫光地區是非常興旺的 他們的團體能夠註冊的 也有百多個 沒有註冊的就不知多少 今天我們請來了 暫光青年粵劇團的文武生花彈 跟大家聊聊天 好,不如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周文波 大家好,我叫凱倫 是的,文武生花彈,你們好 最近我知道你們去了廣西演出 對,廣西南寧那邊 這邊的觀眾真的很熱情 我記得做那本《夢田香燒四十年》 下三次耳,觀眾都不離開 是露天的? 是露天的 看到南寧那邊的老人包著頭 挺不帶傘,真的很熱情 下一次耳很大,他們也不走 你們的觀眾… 很多小孩子,很多大人,老人 都是的 即是很喜歡看的? 很喜歡看電影,大風大雨 即是我們半場停了 那些老闆,主會,村長就說 這麼好看,大家不要走 即是大家很大雨,露天的 都在那邊臨著耳去看我們 那就很感動了 感動了 感動了,真的很感動 是的… 特別那些老人家 即是很老了 都已經擔著椅子 這樣坐在那裡看 真的很感動 後來我見過那些人這麼感動 我遇到災陣神明的赤狼 一頭赤狼,一頭的眼淚流流 即是那些真情流流的嗎? 真正… 那些不是假的 真正感情流 即是大風大雨很難得 真的 這樣… 當時又怕… 又怕那些雨淋到老人家 是… 最後半場停了三次 停了也有十幾分鐘左右 人們都不走 一個人都不走 是的,其實作為演員 有時候觀眾的熱情 會鼓勵自己 是… 會努力做 特別努力做 是的… 站江青年粵劇團 成長於中國南海之濱 是雷州半島這塊玉土培育下 綻放的一朵 具有南粵風采的藝術奇霸 該團當家文武生周文波 氣露寬廣 認神兼備 聲情並謀 化彈海倫以龜門彈建場 他扮相秀麗端莊 唱腔圓潤 扮演人物絲絲入球 深受觀眾歡迎 說回你們自己的故事 我知道你是港西人 這次你是回鄉下演出 是,回鄉下演出 特別努力做 你是港西南齡嗎 不是,我是港西北海 北海 我知道我們港西有很多老官 很多大老官 譬如有歐海明,有桂華星 對了,我跟歐海明隔離村 當時我學校讀書的時候 我也合好環之劇 《田裡焦山》 合好環之劇 對,那次焦山已經焦了下去 後來我大哥也不讓我讀 說讀書好,做什麼粵劇 即是家裡不太支持你 不支持 其實你有沒有印象 你自己第一次接觸粵劇的時候 我第一次接觸粵劇就是 就是春節的時候 春節的時候 我們千多人不喜歡去看電影 那我自己一個人去看 當時那些農村人說 又有什麼微信之類的東西 我早點我就去看 到回來的時候就害怕 為什麼迷信呢 就是晚上我們拍的鬼 我又有什麼鬼 我一直這樣說 嚇到我這樣 我自己… 自己到馬城看電影回來之後 就自己唱字歌的壯膽 壯膽走到半路 大人家的貓噴聲嬌出來 嚇到我上去 在那時候多大 這時候最多是十二歲左右 那就是證明你 其實你對粵劇也有一種愛好 是,很愛好 當時看到文武先生、花旦 簽的東西這麼漂亮 當時夢中想 什麼時候我要做文武先生 才行 從小就立下之下 立下之下 立下之下 過完今天就做文武先生 得常所願 說回凱倫 凱倫是站光人 站光人 站光人經常看粵劇 你接觸粵劇的時候 大概是幾歲 我接觸粵劇 其實我呢 都算是粵劇世家 我外公外婆 都是國家劇團 水旗劇團 外公是臉光劇團 從小就可能跟他們看電影 接觸得多 小小歌 兩三歲都跟著唱 那你媽媽也認識嗎 媽媽不是 媽媽就喜歡唱 她不是做這行 都是我跟我外公外婆大 接觸得多 小小都跟著唱 十多歲左右 就入了學校 入學校讀書就學 外公外婆支持 想我學這行 接她們的朋友 即你是入粵劇學校 私人的學校 私人的粵劇學校 我知道 站光有很多這些私人班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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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小孔雀那個 和站光氣候 站光 是 私人的學校都有非常多 很多 很多 非常多 那些學校貴不貴的呢 這些學校 不貴的 都不貴的 我們來講 幾千元 一年 幾千元一年 那就學多少年 畢業 三年 三年 其實都很正規訓練 其實都挺好的 老師一般都是從經劇 或者是站光藝校那些 過來教我們 海倫 在站光藝凡粵劇藝學校 主攻花旦 三年的系統性學習 打下了紮實的根基 周文波 1983年 跟隨梁宇生學藝 在老師的指導之下 打下了全面的紮實根基 說回波波 我和你聊天 我知道你不是入學校讀書的 你是拜師傅的 拜師傅的 拜師傅的 不是當時我還沒拜師傅 是跟老師學的 後來到2000年才拜師傅的 那你不如說一說 是怎樣的機緣 因為你家裡又不支持你 那你為什麼又喜歡呢 又怎樣去找老師呢 那我小時候呢 對藝劇也是非常喜歡的 嗯 那後來呢 我有一次 做七階 嗯 但七階貼了一張街招 嗯 哇 超藝劇的 那我來校校試一下 行不行 那時候看了一張街招 十點半鐘 那我站在家 踩單車出來的 嗯 九點鐘才出來 嗯 拼命按轉 踩後來 一支坡 一踩下去 那支按鈕 不能按鈕 噢 然後就跌下 噢 跌下了 噢 跌下了那支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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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去唱歌 那個監校演 為什麼你鼻子紅紅的 我不好意思 剛剛考慮那支鼻子 為了趕考慮那支熱劇田 到時我還沒唱熱劇 哦 我唱一支歌 唱歌曲 那什麼 那什麼 後來就聘請了那些人 哇 聲音也不錯 都可以做熱劇 嗯 從這裡就開始了 開始就入到白沙熱劇團了 進了劇團 你們一起呢 大家就 都要學習了 那說一下 那你劇團 學藝的經歷吧 我學藝的經歷 真是好笑的 有什麼難忘的 很好笑的 好笑的 一進去就不用做仇下的 這麼好東西的 第一部戲就是 叫做《芙蓉仙子》 那給我一個 雷神 嗯 就第一次讓我唱 後來我也不懂唱 我找老師 你要教一下我唱才行 我說我剛剛初來學的 嗯 後來教我簽 簽了兩次都 當時你也有執口旺 是嗎 都還沒執得到 哇 你怎麼接錯 你這麼差的 他說我剛剛 粗粗接音劇 粗粗接觸 你教了兩次 後來就說 行了 不用教了 你繼續努力 自己看看吧 自己慢慢回憶 按自己回憶 後來剛剛沒有拍戲的時候 我就 就在休息的時候 我去問一下他 後來教我 一千來千來千來 第一次 直觸第一部戲 那你這部戲 又不用扔手牌 又不用打關斗 真的 真的 樂劇是少了 我從來沒有做過手下 那凱倫呢 我 就是我們學校 有樂劇團 就是讓學生實習 實習 實習的 當時去到我們 家裡演出 附近演出 當時很小時候 跟我外公外婆去看電影 我外公外婆說 招生 不如你去試試看 看能否考得進 如果考得進 那就算了 去學 當時就抱著玩的心態 就上去 團長 你懂不懂唱粵劇 我說懂 你唱來聽聽 當時就唱了 好像黎智眾 都未唱完 就唱了頭幾句 團長和校長說 挺好 這樣就行了 不用考了 很厲害 當時就說 你如果想學 就找個時間報名 後來進入學校 經劇老師就說 我這邊手小的角斷過 老師就說 不合格 你學不到 你是不是反爭 好像我一樣 反爭 主要是沒有力 我說反爭 而且兩邊手是不平的 你條件不夠 你做身段會不好看 加上你學不到 武功的 功底 當時我就很心淡 算了 不要學 但我外公外婆 就很支持 很想我學 就做了很多後孩工作 教唱功的老師 就想我留下 她就說 不要緊 我收 我教你 做文器 教你唱功身段 我入學校 就沒有學武功 粵劇界有一種說法就是 站江是廣東粵劇的六州 站江的粵劇培訓學校 省內最多 在廣東排名第一 每年為廣東各地輸送很多優秀的粵劇人才 海倫 在劇團開始實踐 有實習機會 那時候你有甚麼劇 實習機會 其實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比較小 可以洗粒 在學校也是 小膽為主 對 沒有甚麼花膽 即是做梅香 小膽 開口 小膽 小孩子 夢斷香燒 小孩子 爺有心人 對 做過孫子 就是七仙姬 胡仙 很多都是 比較活潑小孩子的角色 我還沒畢業 我就自己出了學校 即是你生年還沒學過 沒 那是甚麼原因你自己出學校 可能那時候自己比較 不跳脾 即是不定性 覺得外面很多世界很好玩 又可以出去演戲 即是心不定 那便蹦了一聲 家人也不說 師兄說 有劇團 我帶你出去演戲 這樣 好啊好啊 有劇團要就可以了 那便蹦了一聲 家人也不說 便離開了 你也很大膽 真的很大膽 是的 之後家人找人 你又不跟家人說 便打電話去學校找人 之後我便到了劇團 即是現在的八和劇團 以前就叫做邵關羽劇團 那到了劇團 我不在學校了 我出來工作了 就跟家人說 家人那時候很傷心 真的很傷心 你還沒畢業 你出去工作 就說你趕快回去學校 我說我不用 我一定要出來做 我說有劇團要我了 那便落定心水 一定要出來 當時家人說 我不管你了 你以後自己怎樣就怎樣 即是很失望 我說我一定會爭氣的 放心我一定會爭氣 那便出了劇團 很多團長都很欣賞我 即是自己可能唱功 各方面 即是小時候有些條件 都很培養我 即是出來後 就給一些生花 兒花仔 就讓我實習 有實踐機會 有實踐機會 好 先說波哥 好 先說 你在劇團又怎樣 我劇團初初入劇團 第一個是公舍 第二個是橫演劇團 去做這個時候 當時我還是做 還沒做過母生 做一些拉斜 老爺 我當時已經有些老爺做 對,做些老爺 然後有些老爺 我認為做一些老爺 很舒服 你不舒服 不喜歡做 你不喜歡 掛到這些好修圖 自己心裡 不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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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做修圖 後來做都不修圖 又做到三歲 三歲月天 當時又是做拉斜 以後是做老爺 後來我跟老闆 說 我也要做修圖 才行 你喜歡甚麼修圖 你要努力才行 我很努力 哪個角色我都會做 我給你們一個提示 你偷偷 學問無生 你又有聲有影 是呀 後來我做第一部戲 就是漢武帝 夢回為夫人 那晚我做 平時做 我是做國求的 是 那晚前劇田 都不知道我做 不是無生 偷偷 突然間那隻花蛋 哇 那今晚為什麼 第三層到你份 今晚第一層做化妝 是呀 今晚我要化妝 今晚 後來七尺 做了文妹生 那我發聲 我知道 即是你私行跟老闆說 對 私行跟老闆說了 就是這樣 1995年 周文波以優異的成績 加入到廉江市粵劇團 擔起大糧 在舞台上可塑性極高 無論是年方十幾歲的活潑小孩 老太龍中的白髮老翁 威風嶺嶺的母夫 他都演得唯妙唯朝 那你第一場演出 你覺得自己滿不滿意 第一場演出 第一場演出 演出男音版面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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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不合唱 演出 演出不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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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琳呢? 凱琳去了八卧乳劇团 其實八卧乳劇团 私人班來說 屬於設備和裝置都比較好 比較好 衣服很漂亮 早期那時候 都算是數一數二 私人班來說 之後都是為了上位 那你當時在八卧乳劇团是甚麼位 屬於應該是三花位 其實我出去就不要說是甚麼位 有劇團要的話我就去 因為你剛出來了 對 還不懂這些 我就自己做了三花之後 定落那個位置之後 就走了五樣劇團 五樣劇團好像是廣州的班牌 是呀 廣州班牌 之後就陸陸續續地 都有團畫 這樣升位 這樣就陸陸續續都是這樣 不斷地扔團去提升自己 即每去一個團 新界又高一點 好像阿邦哥那樣 好像我記得是 在1995年 我在龍頭那邊演出 暫光龍頭 暫光龍頭 對 暫光龍頭 派了一個先前部長 和文化局長 和局長去看我去 那一看了之後 都跟我談 我們七個 你有沒有意思去 哇 當時說七個 當然 當然想去 高興 無論如何都要去 好啊 我去 你要什麼條件 我沒有什麼條件 總之有間房子 我住 七個一定要有文化三文化做 當然 最重要是有戲做 後來就行了 你做一本 我做什麼 中康期那本 馮國欣秀 沒了情 按個單 這本戲 每個人的觀眾說 哇 廉哥這個文化先生 很像中康期 是 很像中康期 你真的化妝和唱歌 都有點像她 你是不是有些很刻意地學她 都… 當時… 當時我都喜歡看電影 都看過電影 說文化先生 很像中康期 我的情感都不錯 我也喜歡看電影 那麼刻意 我就沒什麼刻意 後來做了之後 廉江劇田 當時市場經濟衝擊 衝擊又為了生活 那… 潘熱騎天又開了一隻班 是 又放高架又挖她走去 後來就去潘熱騎天 我記得有一次 在陽西裏演戲 我自己的房間 其實是套間的 不過那間房間 很久不住了 我便想一個辦法 便走到農村 借一把那些吵頭 去吵開的 大家走到那裡 那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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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屋 我就就… 樓去借 喂 我問阿嬸 你們有沒有有吵頭啊 有啊 他說 一隻狗 喔 那一隻狗爬到我那裡 才能見 凱倫繼續說 身價又高了 你又跳槽了 那時候開始做正任花彈了嗎 都沒有 那時候是做儀花 儀花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做正任花彈 好像2008年 是 正任花彈呢 其實都是… 譬如那些私人班 那樣 自己是花彈 又是團長 又是老闆 那樣 那樣有時會出差 又沒有空 那樣就… 就是找你來做 是啦 給我就會頂下他 代替一下 那樣 都是多得這種機會 可以實習 實踐 其實我們戲行 最重要是達台灣 是啊 演多些 他會積累很多經驗 如果沒有機會你做的話 你多厲害都沒有 永遠都不會上位 也不會有實踐的機會 嗯 之後都是這樣 就是儀花 擔失本 那樣的 正花 之後就… 羅家寶芋劇團 啊 就去了羅家寶芋劇團 嗯 羅家寶芋劇團 羅家寶芋劇團 都是做儀花的 嗯 他好像比你更複雜 他去很多地方 不是 我更複雜 我總共做十八個劇團 十八個劇團 就是不停地換 不停地換 就是很複雜 就是過程很複雜 可能這些是你們很多 夏四虎演員的一個特點 就是不停地這樣 好像你跳龍門一樣 總之每跳一個地方 身價又高一點 每跳一個地方身價高一點 是啊 是啊 譬如波哥 跳一下跳一下 有機會就認識到我們大老官 你是什麼機緣 認識到小神英老師 當時我們七女 就是七女的私人班族 有些觀眾 那些愛好姐 那些法師傭 又說 波哥 你有這樣的條件 應該去認識一下大師傅教一下 嗯 現在你唱是不錯的 還要更高深度一點去唱 嗯 那麼 就去伴一下上面的大老官 那我想一想一想 我最喜歡小神英 哦 還有其中唱啊 還有做啊 嗯 都比較喜歡 嗯 所以我從小已經有喜歡他 他很硬朗的 嗯 挺好的 後來 後來我也不認識他 後來去找人介紹 那個是以前做過業務的 嗯 我說喂 你懂不懂啊 小神英 做什麼 我想拜他做師傅 嗯 就行了 我跟他很熟的 那次我在廣州上面演出 那次就叫他 行了 我跟小神英通道電話 大家笑飯 嗯 笑飯後來師傅說 你想拜我做師傅嗎 我說是呀 不知道你心不心呢 一看一看 對你也有點眼焰 不過你請之前我聽一下吧 嗯 當時我記得我唱是 夢見輕笑四十歲 再真神言 好像過堂 再真神言 哦 一唱 哇 挺好聲 你教得不錯 師傅不用教 很多人都不教你唱 這樣嗎 行了 大家付相比一個月 考慮一下吧 嗯 你是不是真正 拜我做師傅 我是不是真正 收你做徒弟 嗯 大家了解一下吧 那我要找個機會 去看看你的戲 嗯 當時我記得就是 我在延寶做 哦 做 漢母帝蒙回為夫人 嗯 做機會鼓勵 師傅 今晚我就是延寶做 在你過來看看 嗯 今晚過來看 南東半面前 是說 嗯 我不是 大字舌帽 舌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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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做完之後 在這裡 在這裡吃飯的時候 嗯 叫波 啊 你為什麼要舌帽 又舌帽 舌帽 為什麼要舌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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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告訴你 因為舌帽是夏天的時候 拿來潑的 對 我告訴你 那些大陸軍我都看是這麼做的 我撿一下 人家這麼做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說你不對 就不對 其實對 對我們教導那些 都很有 很有教導方法 叫我們怎樣去唱 念白 啊 一定要自念白 好嗎 人家學下師傅 有三程也不錯 就是這些 我們很自重 你知道啦 四兩唱千斤百 我就是繼續努力和學習的東西 那他是不是經常在你做戲 都有的 經常我們一到廣州上面 廣州上面 廣州、廣州那邊 都叫做高麗大廈的 就是高麗大廈 這次進步很多 就是這麼說的 就是和你提很多建議 提很多建議 那你有沒有說 我們戲行呢 一般買市就流行 延開、百謝 這樣 請了些戲行的人來 這樣辨證一下 這樣 倒杯茶 師傅喝茶 這樣 有啊 親自倒杯茶 師傅喝茶 不用了 不用了 到時那些人說 那麥母先生 請點東西聽一下 那麥母先生 那麥母先生 請點東西聽一下 那麥母先生 因為我們戲行的規矩 是這樣的 發了私之後 大家韓國人都認識了 他是小神英的徒弟 總之以後就多多關照 這樣 是 我覺得這傳統很好 周文波謙虛浩寒 天之衝衛 為人誠狠 甚至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 國家一級演員 小神英然全身搞 令他的藝術不斷成熟 你們何時開始在 暫光青年粵劇團合作 我們就是去年五月份 來到暫光青年粵劇團 去年五月 是 原來我們拍過花彈 是另外一個花彈的 即是那時海倫未來的 海倫未來的 是 後來接近差不多春班了 都花彈說不做了 不做的 算了 算了 我便找一個花彈的 你那時認識海倫嗎 認識的 做了一陣子已經跟他炒過工 做過 幾年前 幾年前 後來我介紹了海倫歌給你 我們天井這樣說 可以嗎 因為他沒看過他做的 對 沒看過 我說不錯 那天我跟天井 還沒去玩棋 打電話給他 海倫 現在有沒有做班 是啊 我想做春班 對 我們劇天井在找花彈 找人 好啊 叫他出來 我們天井先見面 叫他去躺一下 演戲 今晚就叫他來鼓堂 就做那個春花秋葉好事鳥 哦 做去開車 那些青鴨 下面的戲 哇 那些花彈不錯 嗯 很香 很香 做工也不錯 第二天就繼續做春班 一直做到現在 你們兩個合作 是演什麼戲多呢 現在你們劇情 很多 很多 唐明王 南唐禮后主 嗯 紅短 青四十年 農民聚 哦 春花秋葉好事鳥 嗯 都是好戲來的 紫見會樂神 哦 都是些基本比較多 都挺好的 工維戲其實很漂亮 就是很受農村的歡迎 是 就是人多 場面大 那農民聚呢 他的戲就沒什麼漂亮衣服穿的 沒什麼漂亮衣服 受不受歡迎呢 哇 雖然五兩三十年 觀眾比較喜歡 但是他又有些 氣肉 有些故事 對 有些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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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記得做那本戲 一般做樂神 沒那麼多人看 哦 還有做文文最多 觀眾看得散 他又有些 就是他容易看得明白 嗯 譬如樂神很多農村人 就是你做了一大半 他都還沒明白你在做什麼 對 他又聽曲 對 就是只有看和聽 你們班試過 一個園 演得最多是多少場 最多 做門都有 很多 三十幾場 三十幾場都有 三十一場 三十一場 三十二場有的 真的會 有些觀眾說 為何有三十二場 日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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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四十場都有 有些有一天三場 對 都會的 我記得我 有一次在念江的時候 一句春班做了四十七場 哦 對…我聽他們說 很多劇團都要做四十幾場 對… 十七…十七個月 日夜場 不用四樁 早上起床就做五場 到晚餐到夜場 對 春班到現在目前為止 才能休息一下 真是 阿聲,你知道嗎 剛才你說五十四樁 我記得 我有一次做了一晚 而且做了四個場 一晚四個場 四出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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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地方做了三場 走場 另外一個地方做一場 那你哪裡搭一次台 其實已經搭了 你已經搭了 搭了 那你劇團有兩班 怎樣做四場 告訴你 日晴一場 夜晴兩場 做另外一場 搬去第幾道 拿去做一場 那就做到天亮 天亮 六點鐘 我記得我做 雕萬公尺 岸駕駕駛 那一場 公尺不開門 就進去 沒搬到門口睡 欺負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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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駕駛那支曲 真的睡著 到你了… 頭駕叫你 對,頭駕叫我 才知道 你一晚做四場就睡著 是… 才知道 好戲連台 粉蒙人生 波波,你入行幾年左右 到現在 我到現在三十年 三十年 不解之言 那凱倫呢 我十多年 十多年 那女前輩 是… 是… 入行這麼多年 當然會有些很特別的 難忘的事 說說來聽聽 我記得我們學戲的時候 是很難忘的 到現在的年輕人是好一點 我們以前下去很艱苦 怎樣艱苦 前輩落到戲院裡住的 當作做… 就是落到前輩的人 給你一些很適合的地方 是很美味的 我也住過養牛的地方 是… 你住過沒有? 住過,我們哪裡… 它掃乾淨了 但是有一層牛粉味 掃乾淨了 對,我們在那裡 專門幫人打掃衛生 我記得有一次 在楊西做戲 我住的房間 其實是套間的 不過那房間很久不住了 有一個洗澡房 沒有排水溝 這裡已經多年沒有人自殺了 我問這裡… 從這裡洗澡也不錯 不用身為便洗澡 我便想一個辦法 走到農村裡 借一把那些吵頭吵開的 大家走到那裡 看到這裡有…有…有屋 我便就流去借 我問阿嬸,你們有沒有吵頭? 有,我說 沈雙一隻狗 一隻狗爬到我那裡 那隻狗很大 很大,那隻狗爬到我那裡 和我那麼高 我說,阿姨,為什麼 你不要叫狗 一隻咬到,不用怕… 當時我已經一片空虛 不知道怎樣 後來那隻狗 後來自己倒下 無論當時我才… 他熱情而已 他以為見到老友 我真正是老大 我幫他吵頭,很害怕 真是… 挺特別的 阿琳,有否一些很特別的東西呢 其實我們最特別的東西就是… 譬如樂鄉演出 很多小孩子 那些很跳脾的 經常都會… 一枝窗扮過來 那些索尿窗 或者紅外線燈 那些棍子打開 對,其實我真的很討厭那種現象 真的… 但是沒有辦法 樂鄉演出 自安,很多都管不了 那… 還有一點就是… 譬如你換衣服 那樣 都很多小孩子很跳脾 你裝了嗎? 對… 裝一下看看 是這樣的 我們也試過 馬蕩子 馬蕩子完 當然是落馬 落馬,落馬 放下馬鞭 那些小孩子 落馬鞭 落馬鞭 那就沒有辦法 我看見村長在那裡走了 我追著他 想回來,扔上去 是,會的 會有力一點 很多小孩子 譬如你上台 突然間一件道具放在那裡 一會兒 不見了 那樣 那些小孩子很不錯 真的 有時候你也不知道是很激好 還是覺得很好笑 真是 還有一件就是 借池 即是落香演出 很多搭棚是沒有洗手間的 是… 有時候你又急 一場戲騰上騰落 你都沒有時間去的 加上農村人 比較封建迷信 我們這樣 即是化妝 他不讓你入屋 有些人是覺得你怪怪的 是的 他覺得可能有些人會迷信 他不讓你入屋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很艱難 都屬於是比較艱辛 因為 那時候我們年紀又比較小 是的 即是 多數我們去都是落香班的 即一個帳篷就四處走 都會的 那時候小時候 行李 都是這樣 大包小包 扔的 即是自己一個人 很遠 都是自己一個人出門的 因為我們採訪過黃曉雲 他就說試過沒有地方洗澡 那洗澡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幾個女生 大家找些傘 遮住 你先洗吧 那他就用些傘這樣遮住 在露天那裡洗澡 那你有沒有試過這樣 我們差不多 都是一個帳篷這樣搭著 那天很冷 真的 幾度 都是露天這樣洗都會 都會這樣 都是很辛苦 是的 反正兩公公不給你入屋子 這樣嗎 兩公公不給你住 會的 真的會的 就是他覺得不好 是嗎 可能會有些風俗迷信 但是南潘順這邊 他就覺得 做戲的人 百無禁忌 是好的 所以有時候 我們以前借住他們的房子 他們很歡迎 他說做戲 做戲好 夠煞氣 每個地方不同 就是風俗問題 風俗雜貨不同 是的 譬如他借洗手間 真的 他會覺得你做戲 發妝妝 農村人家裡會有門神 他可能會有這方面的禁忌 所以有時候我們很急 但又沒有廁所怎麼辦 真的 有時候沒辦法也要人 我們也試過 又是用遮蓋 遮蓋著 沒辦法 沒辦法 有沒有試過出台 突然間忘記牌詞 會 撞爆 有時候忍不住笑 會的… 有時候 有時候 好像我和波哥一樣 有時候 大家… 突然間會有些很搞笑的 唱錯台詞 又或者扭嘴 又忘記動作 有時候唱到第日本 唱快點 唱到第日本 也有的 會的 其實你的曲牌差不多 是的… 真的會的 加上我們演出比較多 有時候會做到人比較麻木 每天每天都是這樣做 都是做這幾套戲 好像弄得混亂 出場 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都會的 有時候會突然問了 咦?我剛才唱什麼 忘記了 忘記了 是的… 自己唱了什麼 都會說 我剛才是不是唱這句 好像很驚嚇性 是的… 一響起音樂就不停跟著 總之又有聲音出來 即是好像電腦程序 是的…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會的… 會的… 那你是她的… 我是她的相好 爸爸 演破式 哎呀鬼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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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劇團 多數要演出的地方 就是夏四府為主 多數 尚陸府多多演嗎 尚陸府有事都有 有事也會 南海、純德、佛山都有 你們很少在廣州演出 比較少 是的…多點出來廣州演出 讓我們廣州的觀眾 又認識一下你的事 是的…有機會的話 真的… 計劃也是按照 下次下一步 多點照片 尚陸府做吧 是的… 其實我們就… 台旗排得比較滿 有時你騰得上來 你騰不到下去 即已經… 台已經簽了 即要上來 其實一簽 要簽到兩、三個台 是的…幾個台 才… 是的… 譬如一、兩個台這樣 第一又辛苦 第二你趕不到回去演出 是的… 還有它那個交通 都會… 花費你多錢 是的… 即… 不是很划算 是的… 我們演出很多 平均每年都… 兩百多次人 波波呢 你又做了三十年了 那三十年都不長不短了 那你… 你有沒有打算自己… 有些… 即是有些… 將來有些什麼計劃 或者是想… 計劃… 做些什麼… 計劃一定要想多些… 七到廣州上面做 給觀眾認識一下 嗯… 第二個排多些新戲 還有… 都想… 想來廣州找雙姐加盟 是的… 多些花彈加盟一下 都是很想這樣 是的… 其實都可以多些合作 互相吸收經驗 是的… 那凱倫呢 凱倫有些什麼計劃 就… 一部不特別大的計劃 即是… 沒有畫畫固定 一定要怎樣怎樣 就是… 都是… 一步做好一步 嗯… 即目前來說 堅步下步 祝願你們兩個 即是… 在… 藝術上邊 更加進步 也是支持我們的月曲節目 好嗎 多謝… 好戲連台 粉墨人生 謝謝 謝謝 我們說起醜生 醜生都分得很細類的 有文醜 有母醜 有光筋醜 等等 即是等於我們花彈這樣 有文武彈 有彩彈 有小彈 有龜門彈 是一樣的 其實每一個行檔 每一個角色是不同的 表演也是不一樣的 包括腳 向腔 眼神 分斷 做手 化妝 等等 這一期的 來源藝彈 我們一齊聽聽張鴻萍講下 《光筋炒》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來源藝彈 我是張鴻萍 其實說到 《活足張三郎》這個戲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很熟悉這個戲 也都看過很多版本 《活足張三郎》 應該說 在這個戲裡面 我就演了很多場 應該 可以說演了很多年 有十幾年 其實這個戲 我對她的一種很深的印象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她這個角色 她有很多個人的性格 比如說雙重也好 三重也好 她的性格是多重化的 但是她的目的 是很明確的 她就為了達到一樣的目的 比如說她半夜的時候 見到鹽婆色 她就不知道是鹽婆色 她當是一個美女 識心又起了 所以她的目的性 她就說要和這個女兒的相好 到了她 知道了鹽婆色的身份之後 她又變了 她說她是鬼 我是人 人鬼殊徒 不能夠在一起 我一定要走 她的目的就要走 後來再看回頭 她知道她那個鹽婆色 原來做了鬼都這麼漂亮 她悉心又起了 又變了另外一種的心態 她就想說 鬼都召殺了 她那種性格是比較多元化 多重性的 今天就請了佛山粵劇團的 鍾建勇 梁妙彤為大家表演 活足張三郎的片段 是 風筋醜,多情形表現形式 張三郎一角是比較文質紛紛 但又帶有迂腐和輕挑氣質的角色 是一個比較具有多重化性格的人物 在表演張三郎遇見鹽婆色這一段戲時 要著重表現張三郎的多情 和心態上的多重變化 今天我們表演的活足張三郎 一個片段就是 鹽婆色死了之後 變鬼魂來找張三郎 張三郎剛剛在怡紅院出來 兩個人在街上相約相見 鹽婆色就知道張三郎的身份 又知道她是哪一個 但是作為張三郎來說 她就一下子在街上 遇到一個女孩 就感覺不知道 所以就一段這樣的戲 這位小娘子又來 這位常公又來 蛤,竟然看不到樣子 請問小娘子 你因何孤身一人 人夜到此呀? 奴家為房一人 但淚沉不著 所以錯過了客房宿店 哦,是嗎? 請問小娘子 請問小娘子 你尋訪的人 叫何名何姓呀? 張三郎 蛤? 找我的? 你與張三郎可有親呀? 母親 母親 蛤? 有故呢? 沒有故 那你是她的 我是她的相好 爸爸 煙婆色 哎呀,鬼呀 蛤 其實這段戲 她那種心態 張三郎那種心態 已經是變了幾變的了 比如說 一開始見到她的時候 就 哎呀,小娘子又麗 她見到一個美女的時候 她就這樣說 哎呀,美女又麗呀 咦? 看看她是甚麼樣子 她就已經 有一種偷窺的心態了 因為她變了鬼魂之後 前模式一直遮著臉 她看不到她的樣子 她就打算 哎呀,妝眼你看看 美不美 所以她的心態就說 又偷窺了 所以 小娘子又麗 咦? 咦? 看不到呢? 怎麼辦呢? 不白我再想辦法 啊,小娘子 你一何孤身一仁仁 夜到此呀 她即是沒有事找你來講 她要… 即是說 拿說話來跟她勾搭 所以她勾搭 所以她勾搭後面那段說話出來 後來呢 一聽到找張三郎找我 她覺得奇怪 為何無端端 那半夜三間有一個人來找我呢? 噢 那我要問一下她 是誰才行的 所以問 你是不是跟她勾搭呢? 但她勾搭後 一看到她的手 哎呀,她已經又心動了 她已經悉心又起了 她已經不記得 她剛才做甚麼了 她就知道 我要摸一下你的手先 即是她的感覺就好像 所以說回去儀容院 她就要… 將這種的… 輕浮那種東西 又要拿出來 因為… 因為本身這些東西 本身就是她自己的 一種內在東西來的 所以她又想不來摸 但她摸不摸不到 她又記起 不能夠隨便這樣 在街上摸別人的 不對的 所以她又扮正經了 噢 你是她的誰呀? 到她一說到說 她的閻婆色 一聽到她的閻婆色 因為她的閻婆色已經死了 她就… 突然間就嚇一嚇 哎呀,鬼呀 她又有一種的心態 又不同了 所以呢 我覺得張三郎那個角色 就一定要拿著她的多重性 她的變化很快 即是說 除了新段那些東西之外 她的心理呀 她的面目呀 她一定要快 變得要快 那麼 觀眾呢 才能夠在短短的 這幾句話之間 看到你一個人物的多重性 反覆性 所以你一定要拿著這一點 好了 說了那麼多 今期的節目時間 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多謝觀眾朋友 多謝你們的黎順 希望你們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我們繼續盡我們的能力 滿足你們的要求 你們要點甚麼曲 點甚麼節子器 我們都會盡量送給大家 這位朋友呢 她就說 哎呀 我很久沒見梅姐了 黃少梅老師呢 真是 現在呢 去了休了 她就很少在這個粵劇舞台 不過呢 她的聲腔呢 我真是溺溺在目的 真是很想聽一下她的聲腔 不如這樣吧 那現在呢 我們一齊欣賞一下 黃少梅和麗佩儀 一起演唱一曲 她就說了 她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空说是臭人类 飘飘洒洒 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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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一天飞雪龙至今 雪野江 雪野江 一天飞雪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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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妃, 我來探你 珍妃, 今晚風晚雨下 你何必偷愛放下 嘆我無興無力, 一任雪人風華 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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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嘆 七成全天氣 中暗山天涼 七成全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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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成總病 七成全天氣 七成全天氣 悅死者 七成全全天氣 到春天氣 十人氣 朝鮮大拳 朝鮮大拳 歹探啊 郭家 万行 心正 雷兴啊 李唐 修啊 彩夕的朝鮮 往日 徐妖珠曼 誰不知奇 那些鴨吃光在舌頭裡的字 到翌朝早晚 那些字還響起 明框昨天吃光的 一隻愛 輕 安打 啊呀呀 三更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回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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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後之情 更多了 啊 啊 啊 真妃 你 你要保重 主上 你 你要保重 啊 心只恨 朝流又暴三更 心悉天 夜晚晚 何日累 再可福 見 慶啊 慶 慶 主上 真妃 兩情 若是九長 又喜在焦焦 光光明 兩情 若是九長 又喜在焦焦 不不不不不不 相眼 陽光 風 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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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的地方掌固 廣州的民間故事 非常多 光是荒村 都要說了 荒村呢 譬如呢 有荒村的陽草 荒村的花市 還有荒村的五眼橋 等等 真是很多故事 你想聽什麼呢 我呢 不如這樣 一起聽一下 這個五眼橋的傳說 咦 乖乖 乖乖 歡迎收看今期的體戲廣告節目 上一次廣告都說了 五眼橋 又名叫做李公橋通福橋 乃是 當年明代萬曆年間 那個戶部尚書李代問出之語 來見 修橋 造福鄉子是件好事 誰不知 李代問就好心辦壞事 就害了一個人 什麼事呢 扯聽港古佬慢慢道路 扯說 李代問收好橋 好高興 自己騎著高頭大馬 拆馬揚鞭 一路就駛向這個五眼橋頭 哇 上個五眼橋 清風除來 令人心情開朗 心亢神異 寵欲皆亡 黃建壽水河的春色 真是美 李代問很有成功感 當下 將那些村民叫過來 他就說 這麼多位 小弟想了一句的尚鑾 就是因為這個境而得 想讓大家對一對 對對的話 重重有獎 那大家問什麼聯 李代問就問 聽著 這個聯就是 喬眼五通連水壽 說出一句相聯 誰不知這句相聯 看起來簡單 內有玄機成為千古絕戀 原來 喬眼五通連水壽 這句說話 反過來讀 壽水連通五眼橋 一樣是說一通 如果你要對一通 上聯 下聯 也是要這樣 從頭讀就行 從尾讀就行 這樣才能夠對應 沒有人對得出 成為了個米 李代問呢 除了出了這個相聯之外 他在佛山祖廟那裡 也留了一個很難對的相聯 奉迎湧出三尊地 後來沒有人對得通 最後有一個寶鞋仔 能夠對得通 這是另一段故 以後再說 總之李代問這句說話 沒有人對得通 就是 李代問 一路游活 瘦水河的風光 有空就去看看 有空就去看看 又一次 他又是經過這個五眼橋 按好下橋的時候 一看 只見在橋頭路邊 有個老伯坐在那裡 正是潘伯 潘伯 把人家吃了 那些借頭借尾 在那裡 看他的樣子 頹桑落伯飛上 你代問 連王落馬 走向前問 潘伯 怎麼搞成這樣 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潘伯伯 頭一提 是你 我身子沒有不舒服 那怎麼會這樣 就多虧你害我 我害你 我就靠餐船粉吃 你搞了洞橋 好就好 人家便便利了 面相你打爛了 我就傻撥了 是的 誰 你的代問 那才是聰明 你變相人家沒有飯 一天自己不對 心裡頭很內疚 潘伯 潘伯 不如這樣吧 我借一筆錢給你 說是借 其實是給他 怕潘伯不肯收 我借一筆錢給你 開港友說 第一間是第二餐 耕田搐船都是辛苦 你一百年多 不要做這些辛苦事了 你拿些錢 洞橋這麼多人 出出入入 來往經過 你就在橋頭 擺個檔 自己買些糧火 茶水這些 瓜子這些 來賣 做些小生意 那你就舒服 又不用辛苦 找到石頭 我借給你 你賺到就好了 如果賺不到 你慢慢還給我易得 潘伯原本不肯收 被他求得兩求 潘伯就收落 那潘伯拿一筆錢 果然就開了個檔 李代文也沒有再向他提起錢的事情 潘伯因為那個人 平時人面廣 人緣好 加上做生意同手無器 那靠著這個檔 那靠著這個檔口 晚年也過得相當腐足 那這一樹就不說他 現在再說 在遠眼橋附近 有一天 有個打魚路 搶船來到這一樹 一殺網 是嗎 感覺到我看 很重的檔 一定是大魚 年王修王 隨便修上一看 原來就是爛鬼撥頭 撥頭 就是和尚用來化園 黑蓋用來黑食那些 黏滿了那些 濕濕濕濕的爛泥 有什麼用呢 把他扔掉 打魚路 把那撥頭一扔 扔到瘦水河邊 那些泥岸那裡 將船一點罩開去 對好這個時候 附近有個白爺婆經過 那枝長竹 在那趕緊一群的鴨 過來過來 過來 對好走過 瘦水河邊一看 哎喲 有隻骨頭 好嗎 對了… 用來棄鴨也好 婆婆把船撿回去裝置 來棄鴨 誰不知棄 那些鴨 把船裡的鴨吃光了 到翌日早上 咦 那些資料還在那裡 明框昨天吃光了 過了幾天 婆婆再觀察幾天發現 原來這個瘦頭 有個神奇的地方 那些資料放進去吃光 它自己會生出來的 婆婆高興了 當寶一樣來餵鴨 老婆老實 你都來餵鴨 裝置料 如果你裝金銀珠寶的話 婆婆肯定發得不清不楚 她又不懂 不是,裝完又有,裝完又有 任你拿 那後來 那後來 有個老番 犯貴老 經過這個書一看 她看得出 阿婆這隻瘦頭有料到 於是出重金 在阿婆手中 把這隻瘦頭買了過來 高興啊 這些是中國的文物 摸回去國家 覺得瘦頭垃圾 轉到瘦水河裡 找水槽衝衝它 誰知道奪 碎 他們瘦頭一甩手 跌到瘦水河的河底 鬼老心想 拿了這麼多錢來賣 沒了沒了 好錢 出錢 扯了十幾隻艇 喊著船家 拿個設罩 拿些勾 長足來的料來的藍 搞得整天 整條瘦水河的河底 被它反轉 始終都是找不到 那個瘦頭的所助 翻鬼路 唯有死死地氣 就翻鄉 那個瘦頭不見了 人家說還在那裡 當地的村民說 你如果走上去五眼橋 在五眼橋最高的地方 往瘦水河一張 你會看到河裡有個黑影 過一雪就是那隻瘦頭來的 是瘦頭的那個影 好 因為那裡是瘦水河最深的地方 刑魚一隻瘦 所以村民叫那裡叫做瘦底水 那瘦頭、瘦頭、瘦頭的聲音不好聽的 後來改名叫做貝底水 說貝底水就這麼來力 那隻瘦頭不單止會生意 沉了下水底一樣有神奇功效 說有一年有個人 醉酒鹿 走向瘦水河邊 一下子撒呀撒呀踩空的腳 滑到河裡 看怕他是浸死的 誰不知 河底的瘦頭一撲上來 鬥一下鬥一下 鬥一下、鬥一下、鬥一下、鬥一下 將那個人一路托上水面 托到岸邊 然後那隻瘦頭一路鬥一下、鬥一下、鬥一下 又沉到水裡不見了 那些人覺得背底水道很神奇 不單止背底水那隻瘦頭可以救人 五眼橋還有神奇的定封 怎樣神奇呢 神奇就神奇在 他的欄杆 喬窄是欄杆的 防止人們跌下去 五眼橋也有 不過他的欄杆就站低 怎麼低法呢 到腰間嗎 腰間很低啊 難過一半到胸口的嘛 床還要低 腳刮鑊 腳刮鑊也不夠低 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到腳眼呢 都不行 還要低一點 再低不行了 還是欄杆來的嗎 不用懶了 真的 這麼多多的 手抹大一點 都多了 十公分不到 有沒有搞錯 那個欄杆這麼低 還是欄杆來的 你不要管 五眼橋的欄杆雖然是這麼低的 但是 五眼橋收足了三百多年來 沒有人 沒有人 在五眼橋那裡 因為過橋 失足跌落水 凡是沒有的 如果是跌落水 除非是自己跳下去 或者是沉死那些也會 失足跌落去的 跌落去的沒有 三百多年沒試過一般 那這個 就算是五眼橋另一個神奇的地方 各位老兄 你說五眼橋 是不是很奇怪 很特別 今期的看電影廣告節目 就到此為止 下期精彩繼續 我們再會 拜拜 郭伯大徐 其實你可能會有些腿功 有些良好 你也是 即是吸收那個雙方六萬龍 女的那些身段 是啊 還有呢 我亦都找了兵劇 穴劇 有兵劇 我都會找一些資料 和他一起看 和他一起 應該 要眼神要學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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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很多 很多因素集埋 很多點 很多演員都會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